好了同学们我们回来了 接下来我们看一道例题 说企业在评估资产供应方是否具有实质性替换权利值 下列各项中不应考虑的有 未来某个客户为使用该资产同意支付高于市价的价格 我刚才说过了800倍的租金给我 我是不是就可以把这个资产给你替换了 不要考虑 我们要在基于合同开始日的事实和情况做出评估 所以这个不应考虑 B 引入了在合同开始日尚未实质开发的新技术 所以还是应该在合同开始日去评估 不要想这些虚无缥缈不可能的 C 客户对资产的实际使用或资产实际性能 与在合同开始认为的可能使用或性能存在重大差异 这个也不要考虑 你就记住我们都是基于在合同开始日的事实和情况来进行评估 D 使用期间内资产的价值与合同开始日认为可能的市价存在的重大差异 这也不要考虑 所以A B C D 这四个都不要考虑 我们再来看一道例题 蒋公司客户与公司供应方签订合同 合同要求一公司在五年内按照约定的时间表 使用指定型号的火车车厢为蒋公司运输约定数量的货物 合同中约定的时间表和货物的数量相当于是蒋公司在五年内有权使用 实节指定型号的火车车厢 那合同规定了所运输后的性质 因此有大量类似的车厢可以满足合同要求 车厢不用于运输时存放在已公司处 我们接下来分析啊 我们现在主要分析的是什么 它是否拥有实质性替换权 有没有 你分析 我指定好这实际车厢了 但是我有大量类似的 而且这些车厢不用的时候没在我蒋公司这边 放在已公司这边的 各位 你就想它有没有实质性替换权 是不是有 对不对 所以我们分析 说已公司在整个使用期间内 有权替换每节车厢的实际能力有大量类似的呀 用于替换的车厢是已公司应于获得的 且无需假公司获得批准即可替换 已公司可以通过替换车厢获得经济力 车厢存放于已公司处 已公司有大量类似的车厢 替换每节车厢的成本极小 已公司可以通过替换车厢获益 那么因此已公司拥有车厢的实质性替换权 既然它拥有实质性替换权 各位 我们第一步是干什么呢 是否已识别资产 存在已识别资产吗 不存在 所以它不属于已识别资产 再来一个啊 主要这块的大量类体你必须得一个一个都得听得懂啊 江思是一家便利店运营企业 于某机场运营商已公司签订了使用机场内某处商业区域销售商品三年合同 合同规定了商业区的面积 商业区可以位于机场内任意登机区域 这个大家坐飞机就知道啊 那飞机旁边有那个自动的售货机 有的时候你想喝这东西 它真的就没有 那一公司有权在整个使用期内随时调整 分配给甲公司的商业区域位置 甲司使用易于移动的自有售货亭来销售商品 机场有很多符合合同规定的区域可供甲公司使用 你这东西放在我这你卖的不好对不对 你这个破东西卖的不好都快过气了 赶紧给你挪揉 它有没有实质性替换权 当然有 对不对 需要你同学不需要 反正我给你这么大的面积 那个东西有个一瓶两瓶就可以了 我给你这么大的面积 你能放下来就OK 我需要同学你不需要 是吧 需要你同学不需要 所以这时候我们说 我不给你读了 我们说不存在已识别资产 明白了吗 它不存在已识别资产 OK呢 再来看例题6 说甲公司客户一公司供应方签订了使用一架指定飞机的两年期合同 合同详细规定了飞机的内外部规格 合同约定一公司在两年合同期内可随时替换飞机 在飞机出现故障者必须要替换飞机 无论哪种情况下 所替换飞机必须符合合同规定的内部外部规格 那么在已公司机队中配有符合甲公司要求规格的飞机 所需成本高昂 我们接下来看 首先第一个 这里是否存在已识别资产 你得去分析 指定了吗 指定了 是吧 一架飞机指定了飞机吗 物理可区分吗 这飞机还不可区分吗 可区分 那接下来我们要评估一下 它是否有实质性替换权 合同说 你可以随时替换 但问题是 你有这样的能力吗 说有啊 我有类似的飞机 是吧 我有这么多飞机呢 问题是你替换对你能够获益吗 我们说要有能力 要获益 对吧 它获益吗 如果要替换的话 要付出高昂的成本 这飞机可能 业友人公司的logo 对吧 你比如顺丰 他租立那个飞机 都业友人那个logo 然后里边的舱 这个机舱内部的结构 可能都有规格 有要求 所以这种情况下 虽然你可以替换 但是替换对你来说 并不能获益 我们飞机 你不存在实质性替换权 既然你不存在实质性替换权 第一个你指定飞机了 第二物理可区分 你又没有实质性替换权 好 我们说合同中存在已识别资产 各位同学 OK了吗 好 如果你OK了的话 接下来我们看第三个了 第一步我们已经结束了 是否资产 已识别资产 来 看看来 看看来 多少页来得 272页 是否存在已识别资产 没有 没有阻力 有 接下来第二步了 各位同学 我们看第二步 这里是标号的是三啊 客户是否拥有已识别资产使用权的判断 是否能控制 各位 我跟你讲啊 我现在说了这么多 包括前面给你做了这么多铺垫 为什么 为什么要识别资产 为什么要对租赁进行识别 其实说白了 我把这台计算机租给你 这台计算机如果就这一个指定好了 你也不能换 我租给你了 问题是 我租给你了 我也不能换 但你就拥有这台计算机在整个租赁期 它的控制权了吗 如果我们评估说OK 你是 你能够控制它 这台计算机在整个租赁期内 所有的经济力都留到你那儿 都是你的 那不就是租赁吗 但如果不是呢 不是几乎全部的经济力呢 那它就不是租赁 那不是租赁是啥 不是服务吗 对吧 来我们看一下 说企业应当评估合同中客户是否有权获得使用期限内 因使用此以识别资产所产生的几乎全部经济力 并有权在该使用期限内 主导以识别资产的使用 你看 主导使用并手艺 还是在谈控制权呢 各位 我们看第一个 说客户是否拥有因使用权资产获得几乎全部的经济利益 咱还得回过来看一下 现在到哪了 是不是到第二步了 你分析呗 好 说不是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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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没有助力了 说是 是就一定有助力吗 不是的 还得往下走 你发现了吧 还得往下走 所以回过头来 我们看一下 我们在分析客户是否拥有这个权利的时候 要从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第一个方面 是在约定范围内考虑所产生的经济利益 你会发现刚才我在所有的跟你说的过程当中 我都加了一个什么呢 在租赁期内 啥意思 说你现在租赁一辆车 这辆车预计可以省十年 你租三年 各位你告诉我 你考虑的 这个几乎全部的经济利益 是按照十年考虑 还是按三年的考虑 按几年 一定是按三年 在你约定范围之内 人这车可以跑一百万公里 你租三年 你说就得考虑这三年能跑多少万公里 你不想考虑人十年的 这设备可以生产一百件产品 你只租人三年 你要考虑这三年之内 他所生产的那个产品 是否是都属于你的 所以在评估客户是否 有权获得因使用权资产 识别资产产生所有的经济利益时 那么且应当在约定的客户权利范围内 考虑所产生的经济利益 第二 是经济利益的形式 那这个经济利益形式怎么去理解啊 我们识别出来这项资产了 你比如说我再给你举个例子啊 说呀 这台计算机我做给你了 哈 租你三年 不能替换 指定就是他 但是我告诉你 我是这个计算机啊 只有晚上七点到十点半 有刘老师课的时候 你才能使用 这是第一个 第二 我说你可以一天24小时使用 但是只能用加减法 不能用乘处法 你会发现各位 我给你的这种约定 是这台计算机在租赁期内 全部的经济利益都是你的吗 不是 所以我们说客户可以通过多种方式 直接或间接的获得使用资产 所产生的经济利益 比如说通过使用持有转租资产 产生几乎全部的经济利益 那使用资产产生经历包括什么 包括资产主要产出它的产品 包括副产品 以及通过与第三方之间的商业交易 来实现其他的经济利益 你再比如说我跟你说一个 我把一个集装箱 我把一个集装箱租给你 但是这个集装箱大家知道 有点生活常识 它既可以储存也可以运输 就是它两项功能都有 我把它放到港口的时候 我可以储存 把东西放里边 是吧 当一个仓库 当然我也可以把它运到火车上 或船上去运输 但是我租给你的时候 我告诉你了 我这个只能储存而不能运输 你告诉我 你是否获得这项集装箱 几乎在租赁期内的全部经济利益吗 并没有 对吧 那你告诉我这是啥 不就服务吗 那是租赁吗 那不是租赁的 来 这里还有个非常重要的一点 说如果合同规定 客户向资产供应方或另一方支付因 使用资产所产生的部分现金流量作为对价 那么该部分现金流量仍视为客户因 使用资产而获得经济利益的一部分 啥意思 各位 假把设备租给你 然后这个租金怎么说 他说这样啊 你按照你这个设备生产产品 所产生收入的2% 来向我支付租金 按照这个来向我支付租金 如果基于刚才我们说的 你看我这个设备产生所有的经济利益 那不就是收入吗 对吧 他所生产出来的产品就是他的收入呗 好 我现在说不是了 为啥 我百分之二我得给人家呀 我百分之二我得付出去 当租金付给他呀 这是不是不是几乎全部的经济利益 都是在整个租赁期我承租方所获得的呢 注意 不是 不能因为你付了这百分之二 就说你没获得全部的经济利益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你看我之前给你铺垫过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 乙是谁呀 他是承租方对不对 对不对 乙是承租方 承租方怎么办 上表啊 对不对 他要上表 也就是说如果他是一项租赁的话 营资这边得有什么 实货资产和租赁负债 他得上表 他为了防止上表 因为有的企业不想负债多嘛 对不对 算一些指标 我刚才说过不追逐啊 所以怎么办 如果准着不说这段文字 那好了 我不是百分百的 我只是百分之九十八 我不是百分百几乎全部的经济利获得者 所以这时候 他不符合租赁的识别 他不是一项租赁 他是一项服务 所以我不上表 准着说呸 别跟我来这套 我给你赌上了 你看 这个前面 我给你举这个例子啊 包括做的铺垫 其实后边都要用得到的 这你就知道为什么了 说清楚了吗 各位同学 所以这是为了有一些企业用这条去打插边球而不上调 OK 来 接下来我们看例题啊 星星一 江思从已租赁公司租入一辆货运汽车 根据合同规定 江思租赁货运汽车只能在合同约定的区域内来进行运营 因此在评估客户是否因使用全资产获得几乎全部经济力时 即应当考虑在合同约定区域内使用货车所产生的经济力 而不包括在该区域之外使用货车所产生的经济力 那这个很简单了 对吧 这货车我跟你说好了 就从北京到天津 对吧 你不能往别的过运 那你就看从北京到天津这段期间所有的经济力 是不是都是你客户的 如果是OK你获得了 如果不是那就不是了 再来看星星二 说江思从已公司租入一辆货运汽车 根据合同约定 江思租赁货运汽车共计可以行驶1万公里 已公司在评估客户是否因获得使用权资产所产生几乎全部经济历史 即应当考虑允许里程范围内使用货车汽车所产生的经济力 而不要包括超过在里程范围之外的所产生的经济力 说白了 你这一段期间不就是1万公里吗 在这1万公里之内 是不是客户拥有全部的经济利益 如果是OK 辅克亏听 如果不是那就不符 但是你不能说这1万公里之外的你再去评估 那就不对了 再来看情形3 江湖斯从以租赁公司租入一辆货车 根据合同约定 江湖斯租赁货车的租金为货运汽车运营收入的10% 荣斯在评估客户是否获得因使用权资产所产生的几乎全部经济历史 江湖斯向荣斯支付营运收入一定比例作为对价 该条款本身并不妨碍客户拥有获得使用货车汽车所产生的几乎全部经济利益的权利 因为阳运收入所产生的限制流量是客户使用货运汽车而获得经济利益 而客户支付给出租方的部分限制流量是作为使用货车汽车的权利对价 那不就是租金吗 对吧 那就是租金 OK 好 那接下来我们第一条实际上识别资产基本上差不多了 基本上差不多了 我们第一条 以识别资产基本上差不多了 那接下来还是那个决策数 我们接下来看什么 看客户是否有权主导资产的使用 这个呢 我还得让你看一下图 更加清楚 我们第一步以识别资产过 第二步是否在整个租赁期内 产生几乎全部的经济利益归客户所有 如果不是那就没有租赁啊 如果是没结束 你还得去分析 在整个租赁期内 主导资产损目的和损方式是谁来决定的 是客户 是工方 还是两者都不是 如果是供应方好了 没有租赁 如果是客户好了 他包含租赁 如果两者都不是 再来看下边的这两个条件 哎 你慢慢找感觉 是不是这个 来吧 我们进来看一下 说有权主导资产使用权的情况 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 可视为客户有权主导 对已识别资产在整个使用期内的使用 谁 客户 来第一个 说客户有权在整个使用期内 主导已识别资产的使用目的和使用方式 就像我刚才给大家举的例子 我把一个集装箱租赁给你了 这个集装箱租给你之后了 我告诉你 你爱怎么用就怎么用 但你不能违法 你不能违法 你也不能给我去放什么炸药啊 或者是一个违禁品 这不行 剩的 你是当仓库仓储 或者是进行运输 我不管了 这是什么 使用目的和使用方式 实在决定客户 那这时候我们评估下来 存在已识别资产 在整个住隶期内 几乎全部的经济力都是客户的 而且客户能够主导 已识别资产的使用目的和使用方式 好了 下边就是什么 包含住隶 来我们看一下 说在判断是否有权在整个使用期内 主导已识别资产使用目的和使用方式时 且应当考虑使用资产期限 与改变资产所目的和使用方式最为相关的决策权 那相关决策权是指对资产使用所产生经济力 产生影响的决策权 那我们说最相关的决策权包括什么 可能是资产的性质 合同缺款和条件不同而不同 比如说包括变更资产的产出类型的权利 像我刚才说集装箱 再不说给你举个例子 我现在租个房 这房我到底是住人还是住宠物你别管 我来决定 有的人养猫养狗 养鸟 住个房专门养猫养狗 有啊 对不对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养小动物 专门有这个人拿这个当职业 我现在就住个房 这房里边我正常住人也行 我当仓库也行 我养猫养狗也可 各位这叫什么 产出类型的权利 你管我养啥的 对吧 变更资产产出的时间的权利 我先住个设备 一天24个小时 我到底是白天工作还是晚上使用 你管不着 对吧 谁来住到 客户 第三 变更资产的产出地点 它的权利 我到底是在北京去使用 还是在上海去使用 你管不着 变更资产是否产出及产出数量的限制 我住个设备 各位我到底今天生产100台还是1000台 你管不着 这些都叫什么 都叫客户有权在整个使用期内 自行或主导他人按照预先确定的方式 运营该资产 各位 这到哪了呢 来 你还得看这个图 我们如果存在已识别资产 如果几乎全部经历都是客户的 是吧 那接下来在整个租赁期内 主导已识别资产 什么目的和使用方式 谁的 我们刚才说是客户的 好 直接含租赁 如果是供应方的 好 他不含租赁 那接下来的问题是 他既不是客户 也不是供应方的 那就说他没有租赁 会有租赁吗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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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办 进一步去评估 所以这里是二选一 第一个 客户是否有权 在整个使用期内 自行或主导他人 按照其确定的方式 来运营该资产 我不主导 但是我告诉你 我已经在整个省期内 我已经确定好了 我们举个例子 比如说发电站 现在讲给以前可能 是这个发电站 所有的电能都供给假 那你可能说 我这个既不是我来主导 怎么去发 发多少 也不是客户来主导 怎么去发多少 谁 当地政府 那么在当地政府主导下 如果我这个客户 比如说贾公司 他在整个主领期 比如说20年 他能够主导 按照他预先确定好的方式 来运营他 你比如说 每天晚上9点 到4日凌晨的4点 这一段期间发电定好了 别的时候 你根本就没法用 你不能用 我们在合同中就已经定好了 事先确定好了 这个时候 我说他也喊租赁 但是如果这个没有 这个谁也没定 接下来看 以实际资产 是否有客户设计呢 且设计时就已经预先确定好了 整个使用期内 使用方式和什么目的 还是发电站 假是一个企业 他需要电 但是他自己买外边的电 比较贵怎么办 建个电厂 但是这个建不是他建的 谁建 乙公司建 乙公司建个电厂 在建电厂之时 甲公司就参与设计了 说这个电 380分的 你不能给我发220 也不能发110的 380分的电 事先定好了 每天什么时间发电 在合同当中设计之初 就已经事先确定了 那这时候我们说他也有阻力 各位话说回来 来 这里啊 虽然我们看啊 你识别既不是客户主导 也不是供应方主导 是其他方 但你会发现啊 是其他方 但我不论是A还是B 都是我在主导 都是客户在主导 对不对 要么我们设计了 你就得按照我设计的来 就如同你设计一个裙子 就没法当裤子穿 就这意思 你设计的是一个裙子 就没法当裤子穿 我已经事先设定好了 你不能把它当裤子去穿 只能是裙子 要么说我没有设计啊 但是啊 这个我事先就已经 他人就按照我的方式 确定好的方式 每天上午到下午这段时间 他就发电 其实说白了 A和B还是在证明 客户在主导 他的实用目的和使用方式 差不多 回过头来 我们看一下 刚才说的是那个A 再来看B 客户设计识别资产 并且在设计时 已经预先确定了 该资产在整个省期内的 使用目的和使用方式 那也能够证明 其实说白了 还是客户在主导 就有的时候呢 有一些合同上是没法明确区分 到底是客户主导 还是企业主导 到底是乘出方主导 还是初出方主导 没法确定 那怎么办 看具体的 对吧 我设计的 我客户设计的 那还是他在主导 对吧 虽然不是我设计的 但是整个使用期内 已经可以主导他人 按照事先确定好的方式来运营 你只能发380的电 你发不了别的电 那其实不还是客户在主导吗 所以下边的那个图示当中的A和B 是反向证明客户在主导 那么在评估客户是否有权主导资产使用时 除非资产由客户设计 那么企业应当仅考虑在使用期内 对资产做出决策的权利 如果是客户设计的说明 人家当时设计的时候 就已经定好了 使用目的和使用方式 这个时候你就不用想别的了 那就一定是人客户在主导 我们接下来看个例题 说奖公司客户与公司供应方 就一辆卡车在一周时间内 将货从A地运送至B地签订合同 根据合同约定 一公司只提供卡车发运至到货地点的时间和暂点 奖公司负责派人驾驶自甲地到乙地 合同中指明了指定的卡车 并且在合同期内 该卡车只允许用于运输合同中指定的货物 一公司没有替换权 合同中规定了卡车可行驶的最大里程 那奖公司可以在合同规定的范围内 选择具体的行驶速度 路线停车休息地点等 奖公司指定路程完成后 无权继续使用这辆卡车 那么接下来我们分析啊 首先第一个 是否存在已识别资产 指定了吗 指定了吧 来就这辆卡车 物理可区分吗 可区分 有实质性替换权吗 没有 对吧 好 第一步过了 那接下来第二步 在整个租赁期 即合同期内 客户能不能主导该汽车 并获得几乎全部的经济力 你分析下来 可以对吧 对不对 可以 好 接下来再往下 说这个使用目的和使用方式谁来确定 谁来主导 你会发现我行驶的速度路线停车地点休息等谁来决定 假公司来决定 对吧 如果是假公司决定那好了客户吗 那这就是租赁呗 对吧 所以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解析过程 说 本例中 合同明确指定了一辆卡车 且以公司无替换权力 因此 我们说合同中存在已识别资产 那合同预先确定好了卡车的行驶目的和行驶方式 在规定期限内 指定了货物从甲地运亡以地 蒋司有权在整个期限内使用和操作卡车 因此蒋司主导了卡车的使用 蒋司通过控制卡车操作 在整个使用期内全权决定卡车的使用 所以我们说他取得了卡车的控制权 使用期间的 那因而能获得几乎全部的经济利益 因此该可同是一项租赁 说清楚吗 再来看下一题 说蒋司与客户 蒋司客户与易亿公司供应方 签订了购买一项太阳能电厂 20年生产全部电力的合同 合同明确指定了太阳能电厂 企业 易公司没有替换权 咱先分析有没有指定 你不就这一个电厂吗 我买你20年的发电的电量 指定了吗 指定了 物理可区分吗 可区分 有没有替换权 没有 是吧 告诉你没有替换权 所以存在以实比资产 那太阳能电厂产权归一公司 一公司不能通过其他电厂向甲公司供电 太阳能电厂在建造之前 由甲公司设计 甲公司是客户啊 蒋司聘请了太阳能专家 协助其确定太阳能电厂的选址 和设备工程 一公司负责按照蒋司的设计 建造太阳能电厂 并负责电厂的运行和维护 关于是否发电 发电时间 发电量 无需再进行决策 该资产在设计时 已经预先确定好了 这些决策 我们接下来分析 你还是按那个导图啊 来 各位 还是看那个270几页来的 272页 272页 第一个 是否存在一项 你识别资产 三个 指定了吗 电厂 物理可区分吗 可以 电厂还能分不清啊 有替换权吗 没有 好 第一条它过了 存在一项 以识别资产 好 那么接下来 客户是否 获得在整个使用期内 这个以识别机资产 所产生几乎全部的经济利益呢 20年的跌量 你都得给我 不能卖给别人 好 再往下 说这个 有权主导 以识别电厂吗 它的什么目的和什么方式 你会发现这里 它没说对吧 没说 没说的话 那就是再往下走 再往下走的话 那就既不是客户 也不是企业 那你看啊 一和二 就是A和B 它受满足B呀 是不是由客户设计呀 那如果是人家事先设计好了 并且已经不需要再决策了 设计是已经确定好了 它的目的和什么方式 各位 这是不是租赁 是 所以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说本例中和同明确指定了太阳能电厂 且以公司无权替换 因此和同中存在一项已识别资产 由于太阳能电厂的省目的和省方式等相关决策 在太阳能电厂设计时已经预先确定 因此尽管太阳能电厂的运营由乙公司负责 但该电厂是由甲公司设计这一事实 赋予了甲公司能够主导电厂使用的权利 那甲公司在整个20年使用权 有权主导电厂的使用 来 我们把这题稍微改一下 如果这个电厂是乙公司在签订合同之前 它自行设计呢 我不是你设计的 我到底发电发多少 什么时间发跟你无关 你不就20年吗 好这20年你要多少电我给你就行了 对吧我给你提供就行了 但是你几点发发多少 什么时间发用谁发 怎么发你管不着了 对吧因为你之前没有设计 这个完全是我设计的 我以公司我供应商来设计的 各位如果是供应商设计的 并不是你企业设计 并不是你客户来设计的 你告诉我它能主导电厂的使用吗 那就不能了呗 对吧那这里含足利吗 那就不含足利了呗 来来来来看看 说本里中合同明确指定电厂 且已公司无替换权 所以它仍然是存在一项 你识别资产 电厂的使用目的和使用方式 即是否发电发电量和发电时间 合同中预先确定 蒋思在整个使用期限 无权改变电厂的使用目的和使用方式 没有关于电厂使用目的和使用方式的其他决策权 也没有参与电厂设计 因此我们说蒋思在使用期内 无权主导电厂的使用 既然你不能主导 那就是不是一项足利 就是服务委说白了 我把电卖给你 你租个溜啊 对吧 你不就从我这买电吗 我把电卖给你 啥是足利呢 根本就不是足利 对不对 OK了 哎呀 你说你们呀遇到点问题 就是你们我也不知道 就是你别总让我去说这些给你们鼓励的话 真的真的 朱令确确实实 你可能刚开始听的时候 我已经说白了 我已经这个朱令准备了很多 就别的课我可能没准备这么多 但朱令我确实是我需要准备 因为我知道这东西 大家听起来可能会感觉到这是啥呀 所以我前面给你做了那么多的铺垫 对吧 咱别动不动就 哎呀我不爱听了 别那样 别那样 你考试呢 那你咋办呢 不考了吗 还得考 考试我告诉你 它还重要 你前面识别 朱令识别 你识别不好 后边你就一泻千里呀 各位呀 你吃泻停风都不会来的呀 明白了吗 一泻千里了 所以收回来 多听几遍其实就好了 多听几遍就好了 好不好 认真点 好的 来 我们看下个题啊 说奖公司客户与乙公司供应商签订合同 使用指定乙公司船只将货物从甲地运送至乙地 合同明确了规定的船只运输的货物以及装卸时间 一公司没有替换船只的权利 那运送后只占船只几乎全部的预力 那一公司负责船只的操作和维修 并负负责船只上货物的安全运输 那合同期内 奖公司不得雇佣其他人操作船只 或者是自行操作船只 来 我们分析 首先第一步 这里有没有对于资产的指定 有没有 有 这不是船只吗 哪去了 不是指定的船只吗 对不对 好 屋里可区分吗 船还能分不清啊 能 好 有没有替换权 他告诉你 没有 是吧 没有替换权 好了 第一步传过了 接下来我们分析第二步 说客户是否有权在使用期内 获得使用资产几乎全部的经济利益呢 你看 他说运输的户将占据该船只全部的运力 是 你会发现 对吧 是 所以接着再往下一步 那说谁来主导呢 是客户 是供应商 还是双方都不是 你会发现这个时候就不是客户了 对不对 这个船谁来操作 乙公司 谁来维修 乙公司 谁来负责船上物品的安全 乙公司 你讲过谁能不能改 能不能改变 他的使用目的和使用方式 改变不了 所以我们说 乙公司 即供应商能够主导 他的使用目的和使用方式 所以他就不是租赁呗 对吧 租啥赁呢 你想想 是不是这事儿 来老乙 我有货从上海给我运到北京 是吧 租你一个船 船这个上海运不到北京 来从上海运到大连 租个船 说是租船 那不就是提供服务吗 对吧 那是租赁吗 那不是 就是把船 这个货装满 给你运到 这个大连吗 是吧 所以我们分析下来 本例中 明确了资产 且无替换权 所以存在 以识别资产 合同预先 规定了船制的守目的和什么方式 即规定了装卸时间 以及指定船只从甲地 运往以地 那蒋公司在使用期内 无全改变船只的什么目的和什么方式 也没有关于船只 其他的决策权 也没有参与设计 那因此我们说 在整个使用期内 无全主导船只的使用 接下来我们看下一题 例题11 说甲公司客户与乙公司供应商 签订了两年期的网络服务合同 合同要求乙公司提供约定传输速度和质量的网络服务 为提供这项服务 乙公司在甲公司处安装了配置的服务器 在保证约定 甲公司在网络上使用服务器传输速度和质量的前提下 乙公司有权决定使用器传输方式 是否重新配置服务器 以及是否将服务器用于其他用途 那么甲公司并不操作服务器 或对其做出任何的重大决定 你评估下来 你分析一下 首先第一个 你得先别上来就说是不是朱利 各位 你们一定要把这个毛病改掉 我看到还有同学说 施朱啊 干朱啊 就别跟他写能了 写啥能啊 嫌你学点税法呀 是不是 你说你写得能干啥呀 对吧 别写能 你这东西你知道了吗 我就问你来 是不是朱利 你告诉我是或不是 说理由吧 考试问你 说理由吧 你这是施朱 这是干朱 你个爸飞出来给你踹飞了 这不是考税法呀 对不对 来 我们接下来 首先你这是干啥呢 网络服务 有人幸贷乐会被怼了吧 我不是怼 就你得认认听 听话 好不好 各位青年们 咱今天过节听点话行不行 来 你这个是两年期的网络服务合同 对吧 那么接下来 我们首先得识别一下 这里有没有识别资产 有没有 你看 这个网络服务合同 它是给你配置了个服务器呀 这个服务器放在这儿了 这个服务器给你提供 这个网络服务合同 实际上是存在一项 以识别资产的 对吧 好 那指定了吗 指定了 物理能分吗 有替换权吗 你会发现它这里没表述 对吧 没表述 好 没表述 证明这个题 它不是进攻你这个点 你知道吧 它不是进攻你这个点 它想进攻的是什么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主导它的使用目的和使用方式 到底是客户 还是供应商 还是两者都不是 我们评估下来 这个主导 这个以识别资产 你首先得有以识别资产嘛 如果你没有的话 你就不用往下去找了 对吧 所以我们识别出来 存在以识别资产 那么接下来 谁来主导 因为发现是供应商 对吧 我到底怎么传 传多少 是不是只给你传 不给别人传 你定不了 所以综上我们说 不能主导服务器的使用 说清楚了吗 这我就不给大家去读一遍了 那接下来我们做一个模拟多选题 说在判断客户是否有权主导资产的使用时 应当考虑客户是否有权在整个使用期内主导以识别资产的使用目的和使用方式 下来各项中能够证明客户能够主导以识别资产 是目的和使用方式的有 来 A 说假运输公司能够决定将集装箱运运输还是存储商品 可以不 可以 对吧 这是使用什么 这应该是我们的资产的产出类型 你到底是存东西还是运出吗 B 以制造企业能够决定机器的运行时间 产出时间吗 C 比零售企业能够决定在商户区域内销售产品的类型 你到底卖东瓜西瓜南瓜你自己定位 D 能源企业决定是否使用发电厂发电以及发电量的多少 对吧 产出的数量 所以这些都是 那四个选项均正确 第二保护性权利的考虑 这个保护性权利大家可能不是第一次见啊 在哪见过 在我们讲长期股权投资提及过一嘴 对吧 提及过一嘴 那么对于保护性权利的考虑各位 雌售非比宝 雌售非比宝 这个保护性权利的考虑主要 各位我跟你讲 你就听吧 你就听吧 这才是准着背后的精髓 是吧 你随便听 你看真正能给你真正刨根刨到最跟随的 这才是真正让你能够真正理解这个东西的 说告诉你背 给你举一些例子 那没有意义的各位 保护性权利主要干啥你知道过 主要是决定租金的水平 明白了吗 主要是要决定租金的水平 你看你想不到吧 我现在把这辆车租给你了 我告诉你啊 这车晚上不能开 只能白天开 但是前几条件你是同意的 第二 你不能去给我开非板油马路的或水泥路面的 这个道面 下雨不能开 下雪不能开 你说你这么多事 是吧 你给我限定这么多条件 各位 那个租金一定是高的 你想想是不是 把车租给你爱咋开咋开 你爱咋开咋开 我刚才说租金一定高 租金一定是低的 你给我限定这么多条件 那租金一定低啊 但是我把车租给你爱咋开咋开 下雨下雪都可以开 白天晚上都可以开 湿滑的路面 马路和这个水泥路面都可以开 那租金一定是高啊 所以有一些保护性权利 它根本就是影响租金水平 那还有一些保护性权利 啥意思 说我把这设备租给你行啊 或者船只租给你 你不能给我开到海到处 那我就赔了夫人又折钉了 这就叫什么 这叫保护性权利 来吧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说合同可能包括一些 指在保护资产供应方 以识别资产或其他资产中的权益 保护资产的供应方工作人员 或者是保护资产供应方 不因客户使用租赁资产 而违反法律法规的条款或条件 这些权利虽然对客户 使用资产权利说出了限定 但其本身不足以否定客户 能够拥有主导资产的使用权 像我刚才说的 你租个船只 你不能给我开个 什么什么的海盗出没地 是吧 这个你不能说 把这个船给我扣了 或大炮给我轰了 那不行 举个例子吧 说甲公司客户与义公司供应方 签订了一项 指定船只五年期的合同 合同明确规定了船只 指定好了 就这个 一项子没有替换权 指定了 物理可区分 没有替换权 所以知道 存在已识别资产 甲公司在整个五年使用期内 决定预出的货物 船只是否航行 以及航行时间和目的港 但需要遵循 合同规定的限制条件 这些限制条件 是为了防止 甲公司将船只行驶入 遭遇海盗风险较高的水域 或装卸危险品 牛司负责船只的维修和维护 并负责船上货物的安全运输 合同期内 甲公司不得雇用他人操作船只 或自行操作船只 来吧 我们接下来分析一下 第一 是否存在已实际资产 是刚才已经说过了 对不对 好 接下来 客户是否拥有在整个租赁期内 获得使用资产 几乎全部的经济利益呢 是不是 是 这五年期内 怎么孕育 是吧 航线时间目的 是不是 这些都有 好 再往下 谁来主导 谁来主导 他的使用目的和使用方式 谁来主导 什么时候孕 是吧 运啥东西 什么时候到哪个港口 谁来决定 假 你发现了吧 假来决定的 但是你会发现 这个合同 有一些规定 说你不能过 弄海盗那儿 或装危险品 这叫什么 这叫我们刚才说的 保护性权利 这个权利不足以 否定客户能够主导 使用权资产 使用的权利 明白了吗 所以接下来 本例中 合同中指定的船只 企业乙公司无替换权 说明合同中存在已识别资产 合同中关于船只 只可航行水域和可运输后限定 假公司使用船只的范围和权利 但是目的是保护已公司船只和人员的安全 因为假公司在使用范围可以自行决定是否航行 航行时间地点以及所运输的范围 所以假公司在整个五年可以自行来决定船只的船只的船只的船目的和使用方式 并有权改变这些决定 因此我们说假公司它能够主导 尽管船只操作和维护 对于船只有效云必不可少 但是已公司在这方面决策 并不赋予主导船只的船目的和使用方式 相反已公司的决策 要决定假公司船只的船目的和使用方式 它用的多你可能就修的多 它用的少你可能就修的少 OK了吗 好了那接下来这个图我们又来一遍了 这个图我们又来了一遍 各位这一回这个图 我们这第几遍了 应该第三遍了 你得有点感觉了 你再跟我说懵懵圈圈的 刘老师不接受 明白了吗 我不接受你再懵懵圈圈了 来看第一个 是否存在已实比资产 第一个指定了吗 第二物理可区分吗 第三供应方是否有实质性替换权 如果你指定可以是明示的 也可以是引进的指定 对吧 物理上可区分 那这个物理可区分 我们讲了很多 光纤 你就记住光纤一二三 这叫指定了 如果没有说整个传输量了 百分之三十 那叫不指定 既然没有指定 那就是服务了 各位 别给我谈助力 明白了吗 物理上要可区分 然后再来 资产供应方是否有 实质性替换权呢 说没有 那有一种情况是 如果这个资产出现了问题 我给你维修 我给你换一个 这个叫 这个不叫实质性替换权 好 这是第一步 如果说不存在 已识别资产 好 该合同未包含租赁 再来 说如果包含租赁了 那客户是否有权 获得使用权 资产在使用期内 资产产生几乎全部的经济利益呢 说不是啊 那不是 那你不就不是租赁了吗 那如果说是呢 好 没结束 我们要评估 在整个使用期内 主导已识别资产 手目的和使用方式 是谁呢 是客户是供应商 还是两者都不是 好 如果是供应商 各位 那就没有租赁了 对吧 那就不是租赁了 好 如果是客户 那他就包含租赁了 说两者都不是呢 两者都不是 其实下边这俩 各位 在说什么 在说反向证明 还是客户能够主导 以识别资产的使用地 和使用方式 那第一个 说客户是否有权 在整个使用期内 自行或主导他人 按照确定的方式 运营该资产呢 说是 好 还阻力 说不是 再来 说以识别资产 是不是客户设计的 且设计时 已经预先确定了 资产在整个使用期限 它的使用目的和使用方式 那说是 阻力 不是 那就没有阻力 各位 我们讲了这么多 为了啥 为了识别租赁 如果你识别出来有租赁 那我们按租赁准则执行 如果你识别出来没有租赁 对于资产供应一方 那不是租赁 那就是收入准则 那对于资产 客户这边 承出方这一方 如果是租赁 上表 对吧 如果不是租赁 那正常的接受服务 发生时近当期 随意获相关资产成本了 所以处理截然不通 明白了吗 好了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这几道立题 我们把这三道立题吧 应该是 是不是 14 15 16 17 这三道立题 咱们给它讲完 坚持坚持 讲完 说蒋斯客户 与乙公司供应商签订了一份 使用十个指定集装箱 五年期的合同 合同指定了具体的集装箱 集装箱归乙公司所有 蒋斯有权决定 何时何地 使用这些集装箱 以及用其运输什么货物 不用时集装箱存放在假公司处 蒋斯可以将集装箱用于其他目的 比如说储存 但合同明确了 蒋斯不能运输特定类型的物品 比如说爆炸物 若整个集装箱需要保养或维修 乙公司可以同类的集装箱来进行替换 除非蒋斯违约移公司在合同期内不得收回集装箱 这个例题没结束 下边还有 我们就这一页 我们先分析 首先第一个 看那个图二 看那个图 是否纯正以世界资产贷 第一个 指定了吗 指定了 物理可区分吗 这很好区分 十个 是吧 接下来有没有实质性替换权呢 他说你要是有问题修 我给你换 这叫实质性替换权吗 不叫 所以第一步 我们说存在已识别资产 那再来第二步 我们说在整个租赁期 就是合同有效期内 客户是否可以获得租赁资产几乎全部的经济利益呢 是不是 是 对不对 要么你运 要么你储 都是我的 好 第二步 OK了 那么接第三步 这个东西 它的使用目的和使用方式谁来决定 假 对不对 我装什么 什么时候装 从哪装 运到哪 谁来定 假 好 假是客户 那既然一二三 很顺利的走下来了 所以我们说 这是含者租赁的 OK继续 没结束啊 除了集装箱外 合同还约定了一公司 按照假公司的要求 提供运输集装箱的卡车和司机 卡车存放在已公司处 一公司向司机发出详细的说明 假公司货物运输要求 一公司可以使用任何一辆满足条件的卡车 来满足假公司的需求 卡车既可以用于运输假公司货物 也可以用于运输其他客户的货物 如果其他客户要求运输货物的目的地 与蒋斯要求目的地距离不远 且时间接近 那么一公司可以用同一辆货车 运送蒋斯使用的集装箱 及其他客户的货物 好 接下来 这还有一个合同 对吧 租什么 租卡车嘛 来 存不存在已识别资产呢 第一个指定了吗 指定了吗 找找找 来 好像他没有指定 对吧 下面其实都不用看了 他既没有指定 那当然物理是可区分的 卡车是可以区分的 在第三 他是有实质性替换权的 这个替换权记住六个字 两句话六个字 记得吗 有能力 要获益 他有能力吗 有 大量类似的 是吧 一堆 然后他要获利 我运你的同时 我把别的东西一带的 我也给你运了 是不是获利了呀 所以第一条他就不满足 存在已识别资产吗 不存在 好 没有注定 那不就是一样服务吗 对吧 所以下边的解析 各位同学 我不读了 课后 你的作业 是要把这些解析 读一读 能读不 你得读一读啊 不能辜负了我的一片苦心 你必须得读啊 再来看15题 说假公司客户 与乙公司 某商场物业所有者 签订了一份 使用商场A的 五年期合同 商户A是某商场的一部分 该商场包括许多商户 那合同授予了 蒋公司 商户A的使用权 乙公司可以要求 蒋公司 搬迁至另一商户 这种情况下 乙公司应向 蒋公司提供与 商户A面积和位置 类似的商户并支付搬迁费用 仅当有新的重要租户 决定租用较大零售区域时 并支付足够 涵盖蒋公司 及零售区域内 其他租户搬迁费用 和租利费时 乙公司才 因假公司 才能因蒋公司的搬迁 而获得经济利益 你看这话说完之后 你得去思考 你得去品 你得去细别 那尽管这种情况下 不能完全排除发生的可能性 但根据合同开始日的情况来看 企业认为属于不可能发生的情况 合同要求蒋公司 在商场营业时间内 使用商铺A经营其知名的店铺品牌 以及销售商品 蒋公司使用期间 就商场A的使用做出决定 例如蒋公司决定商场所销售的商务 所销售的产品组合 商品的价格和存货量 那合同要求蒋公司 向乙公司支付固定付款额 并按销售额的一定比例 支付可变付款额 作为合同的主成部分 乙公司提供清洁保安及广告服务 好 到此截止 我们接下来分析 你不要看答案 我们分析这是不是一项租利 或者是否包含租利 来 第一个 是否存在一项已识别资产呢 看好了 商铺A 指定了吗 指定就商铺A呗 对不对 好 物理可区分吗 这不用说了 可区分 是否拥有实质性替换权 他嘟嘟嘟嘟嘟嘟嘟 说一堆 对吧 我们说有能力 要获利 有能力吗 有 类似的一堆 要获利 什么情况下来的获利 有大土豪来说 搬搬搬 搬搬搬 都得给我搬走 我给钱 我给钱 这个时候才能获利 所以在合同开始 我们评估说这种情况下 不可能发生 那你告诉我 他是否拥有实质性替换权 没有 所以我们评估下来 他是存在一项 已识别资产的 好 这是第一 第二 我们再来分析 那么如果存在已识别资产 是不是在整个合同期内 客户拥有该资产 所产生全部的经济利益呢 是不是呢 是的 有同学说那不是 他规定的营业时间 比如说早晨9点到晚上10点 那凌晨11点开始 晚上11点到第二天的8点 或者是9点 这段时间他没使用 你疯了那段时间 谁上厂厂去 对吧 老师有 好 抬杠 那你就去当杠精 所以我们会说 就这个它不影响 我们获得整个租赁期内 几乎全部的经济利益 好 再往下 谁来主导 整个租赁资产的 使用目的和使用方式 你分析呗 谁来主导 我卖什么东西 卖多少钱 我的存货量有多少 谁来主导 假公司 客户来主导 那么分析一下来 如果是客户来主导的话 OK 含租赁 我只能说含租赁 那这里还有问题 说我这个 要把我的销售额的一部分 给到人家那个租公司 这个是不是没有取得 几乎全部的经济利益呢 这我们举个例子了 这个不妨碍 你评估它获得全部经济利益 所以它只是租金的一部分 那作为整个合同当中 你会发现这里还有什么 清洁保安广告服务 那这是不是租赁呢 各位这就不是租赁了呗 对吧 这是一项服务 所以这个合同当中 它既有租赁 还有服务 第一个存在已识别资产 第二个可以获得几乎全部的经济利益 第三个假公司能够主导 所以我们是拥有商铺A5年的使用权 OK再来例题十六 假公司客户与宇公司制造商签订了三年期合同 购买一定数量的特定材质 版型和尺寸的西装 宇公司仅有一家符合假公司要求的工厂 且宇公司无法用另一家工厂生产的西服供货 或从第三方购买西装来进行供货 那宇公司生产的产能 注意它是超过了与假公司所签订合同中规定数量的西装 就是我能生产一万件 你只订了八千件 我还有两千件的余量 那宇公司全权决定该工厂的运营 包括工厂产出的水平 以及将用于不同 用于满足不同合同产出 以履行哪些客户的合同 好就这些 我们接下来识别一下 是否存在一项以识别资产 来第一个 指定了吗 没有啊 没有明确指定 隐性的 对吧 你只有一家符合要求的工厂 这不是隐性指定吗 隐喊的 对吧 好第二个 物理可区分吗 工厂能分得清 第三个有实质性替换权 你就一家 你还替换个六啊 所以第一个 存在以识别资产 接下来第二个 在整个租赁期内 客户是否可以享受租赁赁几乎全部的经济力呢 power了 不是的 超过了 对不对 人家能生产一万件 你一直有多少 八千件 所以直接就不是了 不是直接甭想别的 直接下来就不含租赁了 明白了吗 所以你看 无权获得该工厂几乎全部经济利益 所以他就没有注定 明白的意思吗 好 各位同学 下课自己读 千万要读 找找感觉 因为我一再强调 我让你读这东西 而且要读出声音呢 你得有这种语感 你得有这些专业名词 考试让你写原因 写理由 那个时候老师我不会写怎么办 现在我就告诉你怎么办呢 等当时你不会写的时候 我一定要让小丝瓜把我这句话截出来 放给你听 等我们到飞跃的时候 你告诉我 老师这个写原因 我不会写 写理由 不写怎么办 我现在告诉你怎么办 读 读 明白了吗 来 最后一个提案 说奖资客户与义公司 签订了使用一台指定服务器三年合同 那义公司根据奖资指定 在奖资处交付和安装服务器 并在整个使用期内 根据需要提供服务器的维修和保养服务 一公司仅在服务器发生故障时替换服务器 奖资决定服务器中储存哪些数据 以及如何将服务器与其他运营整合 并在整个使用期内有权改变这些决定 来我们分析啊 有没有助力 别上来就有和没有 一定要改掉这种 这个武断的这种答题方式 你也跟脑子顾啊 存在已识别资产吗 来指定服务器 好 第一个 屋里能分吗 能 第三个 有替换权吗 他说你只要没有什么事 我就不给你替换 但是发生故障的时候给你替换 这不叫实质性替换权 OK 所以第一个 存在已识别资产 好 接下来第二步 那么你识别出来的资产 在整个足领期内 几乎全部的经济里 是不是你客户的呢 你分析呗是不是 当然是了 对吧 储存什么东西 怎么去用 改变这些东西 是不是都是我的 都是我来决定 实际上你就不用再想了 是吧 是不进行 这很简单 就是客户吗 好 再往下 你不要这就是足利了 谁来主导 是全部经济力都是你的 谁来主导的 问题是 谁来主导 假公司 你来主导的 好 这个时候我们才能进而判断 说该合同包含足利 明白了吗 所以第一个 我们说指定了 存在已识别资产 然后接下来 几乎全部的经济都是你的 那接下来谁来主导 好 假公司来主导 进而我们飞机 是三年服务器的租赁 明白了吗 所以千万不要武断 你别上来就说是或不是 这题没给你挖坑 考试考场 那个题给你挖坑了呢 是吧 你等着 你等着 你等五月份月考的时候 给你挖了一个坑 我让你掉进去爬不出来 那个时候你就改了 有人还抬抗 那不都是上来让判断吗 然后说理由 是 是的 但是你不能凭感觉去判断 你的脑子就 据我对你们的了解 我问完之后 你马上判断出来 你脑子根本就没过 我告诉你 判断错了 你今年就不过 你百分之百不敢那么武断的去判断 所以人还是要有一些压力的 我可能比较严厉 我可能比较活活 但是对于你们 我真的是真心的希望你们考试能过 好了 各位同学 咱们今天这个时间比较晚了 明天上不上班 不上班就可以睡个小懒觉 睡到自然醒 今天是五四 五月四号青年节 上班的赶紧 赶紧的 把我给你留的课后作业 读完之后就睡觉去吧 如果明天不上班 那就把我给你留的课后作业 也包括之前你只做好题 没有做过的题目 赶紧抓紧时间做 要不然你越欠越多 到最后你就太多了 那你就太难了 好了 我们下次课是5月10号的晚上7点 各位同学 您学习辛苦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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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